我省各地迅速从过年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 在朝阳北票经济开发区 九成企业顺利开辅工 得益于开发区的便企服务 整个假期都没有停歇 新春走机层我们去看一看 那里开工复产的忙碌景象 春节假期刚过 一辆接企业家回北票开工复产的大巴车 把30多名河北省的返程企业家和农民工接回北票 派专车把我们的工人们从河北老家接过来 这样避免了在路上交叉感染的风险 然后来了以后开发区政府组织医务人员 连夜为我们员工做核酸检测 如果没有问题情况下 明天就能保证生产复工 对于今年的开复工和项目建设 朝阳北票经济开发区春节前就进行了梳理 内蒙古投资商在北票投资的 辽宁市通现代农业设施有限公司 去年下半年落地 今年1月18号正式确定用电负荷 春节前企业向供电公司申报用电容量 申请用电设备施工安装 我们开发计划会 第一时间就是协调咱们不忘北票供电公司 供电公司马上就开通省信办绿色通道 直接审批 从设计采购到施工同步进行 在克服了跌温寒冬 冻土施工 混凝土冬季养护等 一系列施工困难后 企业在正月初三通上了电 正月初七第一根PVC管材正式出产 除了解决企业开工中遇到的困难 北票经济开发区还想方设法 为企业解决办公和居住难题 我几十号人没地方办公 没地方住 这样的话正在我们着急的时候 咱们北票市领导还有开发区的领导 就帮我们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现在我们所在这种楼 是原来开发区广告会的老办公楼 然后就说在那给你们安排两层都是免费 全面压缩 审批实现 项目落地后所有手续全流程待办 延时预约服务等一系列举措 让三百多户开发区企业 春节后的开复工及时顺畅 即使放假也好 不放假也好 我们的服务一直存在 通过这样的一个服务 能够确保以最短的时间解决企业困难 到现在为止 企业的开复工率 已经达到91.2% 有良好的服务 又对投资者的关心和体贴 即企业之所及想企业之所想 让投资者安心 舒心 放心 这样优良的营商环境 必将吸引更多的外商 来这里投资兴业 共同珍惜 呵护好市场主体 打造创新创业生态 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必将取得新突破 疫情之下 葫芦岛市多部门联动 迅速打出一套快准专精的组合拳 在生指上 未经许的 未经许的 魔性